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鞋盒很简单 干干净净的 纯白色鞋盒 所有的字体都是烫金 压印 很漂亮 鞋盒打开 里面就是一层又一层的衬纸 很有开箱仪式感的感觉 包得非常精美的那种 打开传统手造制品的感觉 OK 那么映入眼 演出出这双灰色的Sweet 不知道这双鞋的颜值 就这样看你会给它几分 这个鞋呢 这次一共推出了两个配色 我手里的这个叫做石灰色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更浅色一点点 有点像是这边这个颜色的 以白色没记错应该是 还有给一副备用鞋带 还拿着牛皮纸 这种想信封装 很有仪式感 备用鞋带我就不拆开了 它是纯白色的 我还是觉得这种原装的 灰色鞋带更好看一点 更适合这一整双鞋的一个气质 那么最近John的名字 应该是 时不时都有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吧 时不时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联名作品呈现出来 比较受大家追捧和喜欢的 从二级四郎的价格就能看出来了 那么Justin Sanders呢 他从2006年开始 John的这个版面的发布之后 直到今天呢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中一个 信仰般存在 一种标准mood board的模板的感觉 其实最开始John的 比较像是他个人的一个灵感日记 大多数是图文冰冒的方式 去记录他的这种心情或者是情绪 那慢慢慢慢的 他开始变得更加西字如今一点 极致clean 就完全没有任何文字 只有图片了 慢慢的积累了很多很多 成了他专属风格的一个页面的感觉 他这样的生活方式 或者说是美学态度也好 也影响到了很多人 那直到今天 他的周边也好 他的联名作品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这种比较clean的美学理念呢 已经能够深入到普通消费者 硬核玩家呢 简直就把它当成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去追求的方向了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这一双Puma Sweet呢 也是最新的他们的联名作品 Puma Sweet这个鞋型 其实也还挺有意思的 他在1968年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雏形了 不过当时不叫这个名字 当时其实有那个年代的流行语 在某个群体中呢 最突出最拔尖的那一个 会大家叫做Puma呢 当时有一双鞋 把它命名为Puma呢 然后在1968年的墨西高运会上呢 也把这双鞋 以及他们第一次推出的服饰线 都给那些去上台领奖的运动员 作为一个领奖服的套装 那么就此打开了Puma这双鞋 从专业的运动员训练鞋 变成一个可以大家日常穿的休闲鞋 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家知道 材料学也好 或者是人体工学 或有各种设计力 都还没有那么强盛 那么飞跃的发展的情况下 大家制鞋的这个理念 还是比较传统的 仔细看这双鞋的鞋型呢 那种手工鞋的感觉 这双鞋的制鞋工艺呢 也是比较的 用现在的话来讲 应该说是复古啦 那么在70年代的时候呢 Puma跟一位运动员叫做 Klyde Fraser签约了 那Frysler这个人呢 他希望他每一次上场比赛 都能够穿一双新颜色去登场 那Puma为了满足他这个要求 据称是总共使用了 大概超过390多种颜色 这也是为什么这双鞋 会用这种短绒脊皮 来去做他鞋身大神的主要材质 因为这个材质比较好上色 那么到了80年代呢 大家都知道了 HIPHOP文化开始展露头角 街头文化比较盛行的年代 那包括但不仅有说唱啊 涂鸦 滑板 街舞等等 各种街头代表文化呢 都能够看到每个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的文化代表都喜欢穿的 颜色比较多 中底牢固 脚感比较好适合日常搭配的 PumaSweet 在大洋比亚的英国市场呢 这双鞋没有叫Sweet 而是用了State这个名字上市收卖 一开始呢其实还大家都不太知道 State又是什么 哪来的一个这个名字的鞋 但后来也是受到了 纽约HIPHOP文化的影响呢 输出到了英国市场 这一双鞋最终也是在英国卖到断货 那么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啊 Puma为了纪念Sweet这双鞋款50周年 发行了超过37个联名的款式 包括了很多来自时尚界啊 音乐界啊 艺术权啊 文化界等不同的联名对象 去跟他们做了很多的跨界设计 那么这大概就是Sweet这双鞋 简单的背景介绍啊 看回一双鞋本身 创成这一次联名呢 跟Puma平时有在售卖普通款的 所以有一些什么改动的地方呢 首先比较明显一眼就能看到的 就整双鞋整个鞋身的材质 它是用了这种比较优质的短绒GP 手感非常好 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软的 它还是有一定手感 按下去回弹特别好 但它不是那种会刷色的 比较像是磨砂的感觉啊 比较结实 然后鞋身 这一个石灰色的配色啊 跟Puma经典的这个跑道型logo 有一个色差 这样对比起来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因为这一个颜色跟鞋带 也能做到一个小呼应 鞋中底纯白色 包括鞋内衬也是纯白色 又有一个小呼应 那我们内衬这边的白色呢 以及鞋舌内部一整条 全都是用了皮质 所以你穿上去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包裹感也很好 脚踝的位置卡得很舒服 那么再一个就是后跟这个位置 普通款是Puma那一个 美洲师的logo 这边就用了John的文字logo 做了替换 然后侧面的Puma呢 就还是保持了原样 再一个就是鞋内部的鞋垫呢 全都是用了John的文字满印 不过他们这次鞋垫设计 其实不能抽出来的 粘合住了 只我从侧面的Puma看 应该也是Otolite这种抗菌棉的鞋垫 脚感是不错的 总装鞋 鞋圈偏瘦长 马术的话呢 我平时穿265的话 这双鞋拿270就刚刚好 因为感觉他的鞋鞋面 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穿起来 如果你拿太刚好呢 一开始可能会有点顶脚 当然这种鞋一般都是越穿越舒服的 因为他真皮嘛 我也是蛮久 没有拿到过这种制作工艺的鞋款了 就比较的复古 比较纯朴一点点 不像现在很多品牌复刻 他们的旧款鞋呢 就是把中底 替换成现在的一些科技的泡棉 比较新比较清亮 但是就感觉好像少了点味道 这双鞋还真的还原的比较原汁原味 这双鞋这种实心的 比较重 然后还走了一圈折线 说了这么多 简单看一下上层效果看怎么样 那为了硬衬这双鞋的配色 我也是搭了一个简单的 但是不失CleanFit 效果的这种配色感 也是比较基础的一些大地色 浅灰色来去做硬衬 那搭配也是有点做旧效果的出针棉袜呢 我觉得会让这双鞋的质感 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不然你会给这个look打几分呢 OK那我们再过来看下一个鞋款 老朋友啦 看到这个鞋盒应该也知道 是来自SALOMON 限量版的一款鞋 所以用了这种限量版鞋盒 那活号在这里 就是这一双 Car Racing 联名的 ACS PRO ADVANCE 这个鞋款呢 我之前有介绍过 包括SALOMON 我也有介绍过了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呢 可以再去复习一下过往的影片 那么今天就不详细解说 这双鞋本身的一些设计了 我们主要看一下联名方 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配色怎么看 你觉得它好搭吗 还是说很新颖 可以了解一下 或者说完全就不是你的菜呢 这次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 蓝粉煎鞭 还有另一个就是 红绿相互交错的配色方案 那个我觉得有点像 红绿灯火的番茄炒蛋 我不是说它不好 就是特别的跳跃 在我印象中 可能这种颜色 这么大胆 比较适合 肤色更深一点的人群 去穿那种 更有舞台效果的 穿搭风格的感觉 拿到日常生活 我觉得就很难把它 衬得非常炸 倒不是说它设计不好 修型还不够 我怎么这么说 但这种鞋本身呢 挺漂亮挺好看的 当然它整个质感也很不错 很好 跟普通款一些区别呢 主要还是配色 以及一些小的材质区别 整个鞋型就不用太多介绍了 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次联名方呢 后面有表现到 他们自己的logo The Art 这个地方是联名主题 Colorizing 然后一边是Solomon 我们来到鞋头 总算鞋头是一个 粉红色配黑色 镂孔网面 黑粉 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搭配 至少我比较少选择这样的搭配吧 这个位置呢 都是用了蓝粉渐变 包括一整个鞋面也是蓝粉渐变的 但是这一个透气网装的结构呢 是纯蓝色的 很漂亮的地方 后跟这一个亮面黑 我觉得搭配的很好 看起来确实有那种性能不测车尾的效果 配上这一个红色 好像尾灯的感觉 结实上这个位置 一个小logo加上收编呢 都是用了碳纤维纹路的材料 只是纹路啊 不是针碳纤维 再一个就是鞋垫内部 也是一个满配的 有加固的Othlite抗菌鞋垫 虽然它没有印Othlite的名字 只是有一个L'Art他们自己的名字 不过它这一个样子呢 跟之前XD6什么的那些鞋 都是一样的样子 还有一个中间支带的小细节 也是这边联名方的一个名字 就挺简单的 那么看看联名方这边 这一个车行怎么回事啊 说它叫车行 那其实呢 主要是玩一些老爷性能车的 一些改装和售卖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我简称叫L'Art 因为我也不懂法文 他们到底那么长的名字 开始发音 L'Art呢 他们是成立于2017年 在这时候也是慢慢 把他们的生意做到全球了 这一次跟XD6的联名 属于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周边 就是他们除了有卖车 玩车之外呢 还有一个关于车的周边小品牌 有一些服饰啊什么的 那么这一次联名 就跟这个周边去做联名的 然后这一次的联名 也在Docery Market有发售 就对他们来讲 应该是一个挺排面的事情 这么大胆的配色呢 他们的灵感 其实也是来源于 他们自己玩过的车 好像说这一个蓝粉呢 是来源于一个 在洛杉矶郊区峡谷 找到的越野自行车 那我也尝试一下 这么大胆的颜色 要怎么穿的比较好看 因为也有挺多人问我的 讲证我也是拿到手的时候 一头污水 真的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 不过其实试了一下 好像也还行 反而我自己的处理方式 会比较的偏保守一点点 就还是主要的 以更多的黑色去做底色 来映衬这个跳跃的亮色 因为这双鞋呢 其实除了蓝粉之外呢 很多的地方也是黑色做底色的感觉 不知道你发现没 那么我身上的衣服呢 都是来自NOSCASIM 好朋友的品牌啦 是今年22年的春夏系列展品 件随喜纸的T恤 黑色的宽腿短裤 我觉得NOS短裤很舒服 也是我日常都经常在穿的款式 那么衣服上身的那个马甲呢 就是19年秋冬的三拉链 大衣外面大的一个小马甲 这件软革马甲挺久的啦 不过还挺容易出效果的 所以我一直还偶尔会拿出来穿一下 那么就挺简单 但是我觉得颜色上的映衬已经很足够了 尽我所能把我自己觉得 应该还OK的这一个效果呈现给你们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OK那么这大概就是 骚门跟老Art联名这双 Car Racing主题的鞋款啦 这双SS Pro 我觉得鞋款还是挺适合日常穿的 配色就看它 有没有符合你自己的日常穿它习惯了 OK那么就先讲这么多 OK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鞋款吧 下一个鞋款呢是一双全新设计 新发售的鞋款 我也真的好久没有收到一个全新设计的鞋款了 也是来自SALOMON 鞋盒看一下 这是他们今年最新版本的鞋盒 早阵子他们更新过了品牌整个形象主题之后呢 logo字体啊 包括一些代表的图形什么的 他们整个的VI设计呢 也都更新了 我觉得还不错 我挺喜欢他们这次新的品牌形象 呈现出来的效果 感觉更加年轻 更加有活力 也更加fresh一点 潮了一点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专业运动领域 依旧保持他们现在的一些领先地位 和一些核心的技术力 不要说只是为了跨界 只是为了变时尚 然后抛弃掉原本的一些核心 OK那么看回这款鞋款 早阵子有关注我朋友应该有留意到了 这双最新的CORES家族的 Speedverse PRG 我手里有四个颜色 银色、黑色、浅棕色和白灰色 不知道你会最喜欢哪个颜色呢 找个比较好对焦的 这双鞋 Speedverse PRG 它隶属于CORES家族 CORES家族有一些什么 Snow Cross Speed Cross Alpha Cross Super Cross 等等这些都属于CORES家族 那这个家族它其实算是 主打轻量化 主打速度的一个鞋款 就是非常技术型的 比较专业性的鞋款 CORES家族呢 其实它也有入门到进阶 好几个不同层级的款式 我自己手里有的呢 首先就是这个Speed Cross 第三代 这双比较旧一点点 但它是挺能代表CORES这个家族鞋型的 很多设计语言呢 能够在新的或者老的CORES鞋身上 都有看到过 包括这一双 Gortex版本的Super Cross 我觉得也很漂亮 大家没有发现 CORES家族呢 鞋普遍都比较瘦 比较长 鞋头比较尖 整个像箭头一样 然后他们的鞋底设计呢 都比较的简单粗暴 就是两个方向的大箭头 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抛掉了 拿这双Super Cross来举例 这双鞋是比较技术型的代表 除了它有这个Gortex 连SALBEN代表性的口袋 它也省去了 变成了一个相机 来固定它的这个多余的鞋带 当然我觉得它在使用性上是OK的 不会说因为省掉了口袋 鞋带甩到处时 那么鞋身材质 也不同于像XT6啊 或者XA系列 会用更加多的透气网面去做 他们用的还是比较抗撕裂的 这种格纹尼龙 包括Speed Cross也是 然后很大的Sense Free的结构 很夸张的包胶 直接延伸到外底边缘 然后从鞋身之中间拉上来 直到后跟 这个位置这样的设计语言 包括Super Cross这里也是 延伸上来 直接是跟外底一体的 就这样直接把外底延伸上来做稳定 我觉得也还OK啊 日常的回弹性和轻量化是足够的 并且他们为了轻量化呢 也没有采用到我们当家 缓震泡棉的科技 比方说是Energy Cell Plus 比方说是Vibe等等 用的就是一些轻量AVA 但是我觉得也是够用的性能上 而且像这双鞋还挺有意思的 内侧写了Inside 外侧写了Outside 这样汽车轮胎 他们还标明了前后掌落差10mm 以及牙齿凸起的厚度5mm 就是一双非常性能 非常技术型的鞋款 那么来到这个家族的年轻人 最新款的这双Speedverse 大家依然能看到 Cross家族 一直惯有的设计语言 独立的鞋舌 Speed Cross这双 它的鞋舌感觉更厚一点 然后形状也更固定 它比较弯 Speedverse这就比较轻薄一点点 柔软很多 它更适合日常了 然后依然是有这种 直接从外底延伸上来的稳定结构 整个鞋底的纹路设计 也是一样非常简单粗暴的双向箭头 不过它在底层 多了更多的一些放射性条纹 并且在后掌有一个分叉 看起来会更加酷一点 但它的纹路凸起 也会更短更薄一点 它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 传统的 不管是XT6之类的鞋型也好 还是之前 其他的Cross 都比这些鞋款的抓地凸起要薄了一些 很能说明的就是 它想要更多兼容城市路面的使用 而不单单仅在越野上面 有更多的抓地力 其实你可以从 不只是它的纹路凸起高度 后掌的轻量化 前面的这一些 像中底延伸的外底纹路 都很能说明它想要在 各种不同的环境中 都能够产生一定的有效的抓地性 那么我自己呢 在穿一双鞋好一阵子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它挺适合在城市穿的 至少我在这期间没有太多机会 真的去到荒野的地形 测试它的越野性能 大多数情况下 还在城市内部使用 石板路啊 柏油路水泥路 然后各种上上下下的斜坡台阶 其实我都有走走 我觉得问题不会很大 跟XT6其实脚感差不多 但稳定性呢 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它的纹路图形没那么大 并且它的牙齿数量 以及分布呢都更加密集了 斜掌接触地面的面积升多了的 那最让我喜欢的 除了说它的稳定性之外 就是它的回弹性 在这么轻量化的EVA泡棉上呢 还能做到这种稳定和回弹 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这是我挺意外的 因为像之前其他的 比如说XA系列也好 XT系列也好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回弹这个词了 回弹就跟它们没什么关系 这么大个厚底 大家看起来事实上很夸张的样子 那其实你的脚踩进去里面呢 它的位置大概是在这里 就不是整个泡棉了 它的泡棉有一部分呢 是包着这个鞋身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包裹式的结构 你的脚实际穿进去的会在这个 大概的黑色尖尖的下面一点点 那么实际它增高效果 大概有个两公分 缓震的效果呢 就是下面这一块 我是觉得它的回弹性也足够了 鞋身的包裹性就很接近XT6 没有太大的不同啊 如果你有穿过呢 马术照拿一样就好了 因为这双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它比较的尖 比较的扁一点点 很修长 那么其实我在收到这双鞋当天呢 我就有跟这双鞋款的 材质色彩设计师聊了一下 我们平时其实也偶尔有 有过一些小沟通 包括我第一次看见这双鞋的叠照 当时还是一个平面设计图 还不是实物 我当时就有去问它了 那么直到我拿到手呢 我才有更多的资讯 以及更多的想法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沟通 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双鞋整双鞋 有非常多凌厉尖锐的线条感 都有一些不规则的切线 一些镂空 非常夸张 很有攻击性的感觉 有点像是一个凶猛鲨鱼的效果 看银色这双 可能会更加的突出 在这个效果上 那针对这个我问的设计师 当时呢 我是以为他们把SenseFit的结构 方向给它从后往前改了 变成这个样子 那后来他跟我说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网面压交 这下面全都是非常透气的 大网纹网面 这双鞋的透气性 是我目前拥有的 刀门里面手去一指的 它甚至可以跟 刚刚那双SX Pro 側面的网状结构 透气性有的一拼 大家也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透气透光效果 非常夸张 但不清楚是因为材质 还是因为什么关系 这几个颜色的网面 基本上都长得一样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有点胡椒盐面料的感觉 那么SenseFit的结构呢 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一点点 虽然这双鞋它是独立鞋舌 但它作为EndoFit的话呢 也是有一点点延伸 向下延伸 它的鞋舌宽度还是蛮够的 它也不会左右歪 那并且整个鞋垫 鞋垫的形状也是全新裁剪的 跟这双鞋一样非常受长 Orthomite抗菌鞋垫 那么他们设计这双鞋主要的灵感呢 就我得到的答案啊 他们是这样说 创造一个全新的鞋型呢 比较接近于像是 人体解剖学的结构 骨骼 肌肉 皮肤 一层一层叠一层 人的脚的那种轮廓的形状 物理结构上的一层层的layer的感觉 把它融合到这双鞋的设计上 所以怪不得为什么 觉得这双鞋包裹性那么好 那么贴脚 就真的脚感很棒 包括它稳定性 后跟这个位置用了人造盖去做加强 后跟这小提手还是真皮的 手感不错 这双鞋鞋口的弧线很漂亮 然后有一种夸张 但是又很灵敏的感觉 那么在我自己的理解上来讲 这几个颜色 我的喜好排序呢 排第一的我应该会给银色 我觉得它是最符合这个鞋 设计理念的配色 作为一双全新设计的鞋款 初次发售的初始配色呢 肯定都不会特别复杂 他们还是比较保守的选择黑白灰 然后加个一点点大地色系 比较的户外感的一个配色 这就是最基础的四个配色了 那么针对于这几个配色呢 我也给一些我自己的理解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并没有来得及 把每个配色都做一个单独的 全身total look 当然我也不会完全不做视觉表达 我还挺喜欢他们这一次的感觉 所以针对每个颜色呢 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 视觉造型的效果 我会贴图片在这里 上角环节 刚刚收到的一些新品 一起做一个搭配 我觉得比较好呈现出这双鞋 在日常的一个视觉效果 首先搭一下银色这个 颜色装鞋呢搭配了我刚刚收到 新鲜热辣烫刚开包装的包裹 来自NOSCASIM 最新的秋冬季新品 DROP ONE的一条拉链长裤 很帅的一条裤子 大家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它是有那种立体剪裁弯刀设计 在膝盖这个位置做了捏折 一条鞋拉链从下一直往上 把它整个拉开 它有点像是户外裤的感觉 但其实它并没有做一个真正的分隔 内侧还有一层面料 下摆的位置呢 有一个小开口 比较好趁鞋子 这样的设计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早前也有朋友 建议我说能不能出一期 整期就只有 侧拉链长裤的一期主题 当然我还没有去整理 因为前一阵子确实热的厉害 我觉得好像不太用得上 过阵子吧 过阵子冷一点的话 我把我自己那些过往的 包括新收到的这种类型的长裤 一起做个合期 大家想看的话 OK 那么这条裤子 除了它的侧拉链 这个设计亮点之外呢 还有一个大口袋 口袋的容量挺大的 并且内部还做了两个 这个标准Mori磁带 做挂环 你可以挂一些你喜欢的小东西 或者是小铺包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 顶上一个正常的侧插带 整个裤子设计细节不多 但是我觉得它裤型很漂亮 上脚上绳给大家看一下 搭配这双银色的Speedverse 我觉得效果相得一张 NOSCUSTOM 它们这一季呢 也是有更多GROP CORE方面的一些尝试吧 我觉得也挺高兴看到 它们这一次有更多一些 心灵感 心想法的 有机会单独找它聊一期好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安排一下 那么再过来呢 搭一下灰白色这双 我个人觉得灰白色这双 可能会是最多朋友 愿意选择的一个配色 如果这四个颜色 你只能选一个颜色去买的话 这么有攻击性的设计轮廓来讲 这个配色看起来是 比较的温文尔雅的吧 比较的博味一点 所以我也尝试把它稍微 Urban outdoor化一点 City Boy一点 但我这年纪说博味不太合适 City Uncle吧 那么上绳呢 是我早阵子买 但是一直没来及穿的Nautica的巨大T恤 那天T恤又厚又大 我不是说它又厚又大不好啊 那它的特点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买的 只是前阵子却是热 穿不上 那么现在稍微量快一点点 我可以做一个内长外短的叠穿 然后下身搭一个比较肥的短裤 比较能称得到整身这种大轮廓的造型 为了显得头小一点 显得比例好一点 戴一个比较贴头的帽子 就是磁嘴鸟那一顶RAW LTW 羊毛的冷帽 如果你真的冷的话 可以叠戴两层帽子 单独戴我觉得也挺好看 然后羊毛嘛也好打理 透气不用怎么老去清洗它 甚至带一点抗菌属性 我觉得是个挺不错的单品 小几百就能买到 那还在背一个双肩包 我觉得就OK 挺日常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搭配怎么样 这是我去表现 这两个配色上脚的一个情况 也给大家作为一个搭配的灵感参考好了 那本身我日常穿最多呢 是这双比较户外 比较大地色系的这双配色 其实我穿它主要是因为 我想 困的话 近郊可能找一个山路走一走 或者跑一跑 但一直没有好的时机啊 所以就只能在城市里穿穿 而这个配色 其实我觉得它还挺适合 你比方说真的是去城郊 游玩一天也好 或者说你真的有一些硬核的 穿越也好 越跑也好 它都能胜任 甚至就简单的休闲露营都没问题 因为它这个配色 确实还挺适合露营的 那么再过来一个就是纯黑色 我真的强烈建议 如果你是一身的黑爱好者 不管你是在纯下球中任何季节 你都喜欢一身黑搭配的话 不要错过这双鞋 它这个设计轮廓 在全黑鞋款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吻合 这一个风格的 不管Reopens也好啊 或者优积医生的也好 他们都喜欢比较夸张的鞋款 去映证他们身上那些 特别调逸也好 特别大轮廓也好 或者特别瘦场也好 就是很夸张剪裁的黑色单品 那么这双鞋 它的整个设计轮廓 我先不说你离远了 看不看得清它是什么鞋 就外轮廓来讲 它就已经足够夸张了 我觉得它能做到的效果就是 哪怕你不懂的鞋也好 不懂时尚也好 你离老远看见 哇那双鞋是什么 虽然看不清它的设计细节 但是整个大轮廓就帅到夸张 就是这种感觉 并且在所有的黑色鞋款里面来讲呢 脚感和透气性都很棒 尤其是在夏天穿 你知道夏天穿一身黑 很容易也惹人觉得 哇这么热 你还穿一身黑的感觉 但其实舒不舒服 你就能自己知道 穿这双鞋总好过穿一双黑皮靴吧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啦 OK那么这大概就是一些 简单的介绍 希望能够对你的选购一定帮助啊 当然我也没有讲的特别全面 因为时间有限 我也想快速一点 如果你觉得不错对你有帮助 一定要给我一件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记得点下订阅啦 那我是ROCK 我们下载点吧